勇敢的世界第二期已经播出了 相比前面的先导片 节目在后面也终于越来越有综艺感了 看起来也不会那么别扭 看点和笑点也很多 这一集来了三位新的女嘉宾 分别是柳妍 鬼鬼无影节 以及郭子谦 很多人对郭子谦可能不太熟悉 她是张翰工作室旗下的守卫女艺人 在温暖的弦中外演丁小旦 这一期中男女嘉宾分别分成了两组进行对战 通过节目我们可以看出 当时录制的时候 天气是十分炎热的 渡江的汗水都直接往下滴了 但还要穿着装备和戴着头盔进行拍摄 实在是有些辛苦 这种天气下一不小心就会中树 比如杨迪就中树了 当时渡江和杨迪躲在一个草棚下面 杨迪对渡江说 自己就像被热浪包围 好强词 杨迪话还没说完 正不知道怎么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感受时 渡江就说自己知道 还问杨迪身上发凉 对不对 渡江说完 杨迪马上就表示赞同 然后渡江很淡定的说了一句 中树 听到渡江说自己是中树后 杨迪似乎有些担心 还抬头看了一眼渡江 但渡江表现得十分淡定 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 仔细看的话 可以看见当渡江说自己中树时 杨迪有些惊讶 应该是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中树了 然后还抬头看了一下渡江 看见渡江似乎一点都不担心 杨迪内心的OS估计是 我中树了也 中树了老铁 你一点都不担心吗 最后安全区缩小 杨迪也一直没有移动 直接死掉了 渡江前去跟陈乔恩决战 最后输掉了比赛 但是有一点很奇怪的地方 那就是渡江他们其实还有一张复活卡的 为什么没有使用呢 渡江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解释了 他说当时他准备复活的 但是回头一看杨迪那边 医生正在给他吸氧 于是渡江便放弃了 通过这我们可以看出 渡江之前之所以淡定 应该是在他看来这么热的天中树 什么的很正常不用大惊小怪 但是在最后看见杨迪还吸上氧气后 知道杨迪有些严重